乌冬战士陷入僵局之际 周三乌克兰政府大动作进行战时的反贪行动 突袭国内知名的亿万富豪 前内政部长等人的住所 起出了现金豪华的房车 同时对海关一票官员开闸 时间点选在与欧盟开高峰会的前两天 目的就是要向国际证明 乌克兰政府致力打贪 接收国际大量资金援助也没问题 而乌克兰国防部长则警告 俄罗斯将再动员50万人 最快再入侵一周年 也就是2月24号 就会再发动新一波攻击 一捆捆美元银榜线超 双逼豪车 铭表 这些都是乌克兰国家调查局 一号发动战时反贪肃清的成果 大动作突袭包括国家税务部门 总统泽伦斯基的前金主 知名富豪科罗莫尔斯基 和前内政部长阿瓦科夫的住所 同时开除海关管理团队 乌克兰石油公司和炼油厂高层 也应盗用10亿美元以上公款 遭到清查 自论斯基大大赞扬执法单位 乌克兰检察总长办公室声明直指 暂时贪腐等同抢劫 四名现任和前任部长及官员 以及石油公司高层 通通被列为嫌疑人 其实泽伦斯基2019年 就是打着反贪腐旗帜 选上总统 承诺摆脱具影响力的寡头富豪 但始终无法果断地斩草除根 这回高调打贪 时间点是关键 因为他即将在周五 与欧盟举行高峰会 为加入欧盟做准备 显然要在会前展现基辅 管理西方数百亿美元金元 没问题 也要摆脱世界最腐败 国家之一的污名 泽伦斯基强调 正准备进行新改革 将以多种方式改变社会 法律和政治现实 基辅忙着扫摊的同时 乌东前线作战也没有停下脚步 两军都在备战新攻势 乌克兰国防部长警告 俄军最快可能在乌战一周年 2月24号发动 且将再动员50万人 几乎是一年前 入侵时恶兵人数的两倍半 乌克兰止莫斯科 正在乌东卢干斯克地区 集结军事力量 俄军进来 在战场上也小有斩获 宣称成成功往攻打数月的 巴赫姆特南北推进 周三俄罗斯飞弹 也摧毁巴赫姆特西北方 克拉莫托斯科市移动公寓 同时破坏另外7栋 造成至少3死20伤 俄军一步步逼近 但前线乌军依然坚守 敌军躲在雪雾中 距离不到400公尺 持续对乌兵战壕开火 驻守这里的乌兵寸土不让 但雪泥泞和寒天 让战斗更加艰困 不过这批散兵说 他们准备好了 现在俄军决心要在乌克兰 拿到西方承诺的坦克和装甲车前 取得战场上的优势 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指出 英国战斗机非常复杂 可能不适用于乌克兰 和美国一样对提供战斗机相对保留 而日前终于点头送主战坦克到乌克兰的德国 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一号视察西部的坦克营 这里将提供14辆爆二型坦克给基辅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则回呛西方行动 说就算北约给乌克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和军事装备 也无法让莫斯科战略失败 TV新闻众口报道